留小朋友们求的这个眼线小眼帽的妆叫他来咯 不多说了 一见三脸 学起来 他留小朋友们先给你们看一小夕 多多磨一剂啊 现在好久没有做过 红色这么好看的指甲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面霜喷雾用了这么多 它真的是蛮好用的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点唇颜 妆前我必须要涂一点这种唇膏啥的 这两天眼睛休息不好会有一点痛 还是用这个万年不变的 但由一号 继续试这个防晒 最近这两个妆前两件套用的还蛮多的 就不太想换了 今天用这一瓶粉底 这个粉底的 色号对我来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白 一定要等刚刚那个防晒沉没了之后 再去涂粉底 拍开 遮瑕还是老地方 看这个粉底白的 我感觉我这个遮瑕都有一点变黑了 这块香蕉粉饼真的好久没有了 不过它真的定的特别老 还事实上没得时间 这个妆的眉毛不需要那么那么那么的浓厚 就是按照你平时自己习惯去画就可以 修容最近还蛮喜欢用这一盘的 先修一下我这个鼻头 就先在山根的地方画C 然后鼻头再去画V 今天用这一盘 这一盘我最近真的用它的次数蛮多的 像里面这颗浅棕色大面积的 铺一下眼睛 用一把小刷子沾这个 这是沾这个最深的颜色 这个最深的颜色其实上眼的显色度也没有说特别高 它是有一点发灰蓝的这种烟熏色 少亮多色的去上 因为我的这个眼睛就是它很单 所以咱们要先贴一个双眼皮固定一下位置 下肢也是一样的道理 沾这个浅棕色 睁眼把这个边界给它晕染开 眼线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上扬小猫眼线 接下来我们找一个黑色的胶笔 给把整个下肢都给它包起来 然后还是占刚刚这颗把这个全包眼线给它晕晕 给它晕得自然一点 就不要让它那么实 用里面这颗闪片叠在这个眼睛的中间 睫毛的话我们就贴这种一整促的 会比较方便一些 大睫毛 搞得长一点 换一下沃尘 然后腮红的话就用眼影盘里的这种 有点偏粉的颜色 直接扫在这个面中的地方 这个笔尖的话还是先用这个高光笔 可以这样恒热了一点 晕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上火的原因 我没有涂那个唇油啥的 我嘴巴就有红彤彤的 很肿 先来给整个唇部打个底 这支就是我最近还蛮喜欢用它的 它就是很像自己本身的那个唇色 我再来叠涂一点唇油 让它有那种郁郁的感觉 这个妆就完成了 其实真的蛮简单的 我们来把头发再去弄一下 一支就好了 这支帖 有点赞 是 了 已经